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巷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視新聞一集中興片N 公民行动已经进入资料库 我们联合自播的网络视讯的节目 我们希望在这些所谓的争议性的话题 能够去讨论它背后非常重要的 一个在制度上面 结构上面等等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如果不陌生的话 其实我们在两年之前 就曾经讨论过一个重大的议题 就是有关于泰鲁格族凡亚尼的这个事件 这个议题其实到现在仍然在延烧 并没有因为这个政党轮替 而有一些比较大的这种改变 因为特别是在前几天 这个地球公民基金会 还有满野新族生态协会 以及这个泰鲁格族的族人 其实一直到了远气的这个前面 去释放烟雾弹 要让远气的去感受到 这个住在这个亚尼旁边的这些居民 他们在生活上面所受到的惊吓 而这个议题其实也涉及到 有关于矿业法以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等等的问题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地球公民基金会的专员潘振胜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真正你好 黄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可不可以先请你跟我们来说明一下 到底你们前几天到这个远气前面去释放这个烟雾弹 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为什么你们要去远气前面抗议呢 我们当天其实一个是一个快闪的抗议活动 就是我们用高分贝的喇叭去播放这个爆破的声音 然后释放烟雾弹 它在模拟的是一个矿场 在进行爆破式开采的时候 这个周遭部落或聚落对他们环境的感受 那其实因为大家知道说亚洲水泥 它是我们远东集团下面的关系企业之一嘛 他老板就是远气 也同时是远气的这个大老板徐旭东先生 那他的总部其实就 亚尼的总部就在我们这个远气的楼上 所以当天我们才会安排这样一个到亚尼的总部楼下去抗议的活动 当天这个不管是远气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主管机关 有任何的回应吗 亚尼后来有发了一个新闻稿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这一次的展现其实是完全依法行政 讲法是跟我们经济部长的说法是如出一策的 然后另外他在强调说 一个国家应该要对要怎么讲 就是修法的时候呢 不能塑及既往 应该要保障这些投资者的权益 然后这样子才能才称得上是一个法治国家 这大概是他们的讲法 这个法指的是矿业法是吗 对它指的是矿业法 主要是矿业法 因为其实这一次的争议最主要会引起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跟满野新族 我们地球公民跟满野新族生态协会 在这过去的三年以来 合作追踪了非常非常多的矿业个案 那在这个累积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看到的是说 现在目前整个矿业制度开发 不只是说不受其他 不受民间监督 更重要它甚至是完全不受 其他墓地事业主管机关约制 也就是说不管是我们的环保署 或是我们的内政部 或者是我们农委会林务局 这些单位他想要基于自己的权责 去对环境去对国土 或者是去对我们的森林进行经营管理 或者是一个基本的保护的时候 在矿业法的阻挡之下 或者是说应该是说我们的矿业法 加上经济部的阻挠之下 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发现除了要去进行 要去推动矿业的政策环平以外 那矿业法其实也是非休不可的 那经过这一两年的努力 然后持续的跟我们的国会 有些游说跟寻求 跟委员们的合作之后 那其实在今年 其实我们很顺利 就是高志鹏委员 他刚好今年是经济委员会的赵伟 所以他在三月初就非常明白的宣示 说他这个会期 这个会期在经济委员会会排审矿业法 那争议的原因就在于说 3月14号也就是说 经济部让雅尼快速以3.5个月 通过展现的这个时间 是我们高志鹏委员在发出彩通之后 然后正式宣布说对着媒体 然后对社会大众宣布说 他这会期一定会排审矿业法的同一天 那我们认为说 其实经济部 他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 他明明知道说雅尼 还有或者是说 另外一个金台尼的个案 其实是目前社会上最关注的 矿业开发的争议事件 而且其实我们透过国会 许多委员不断地对这个雅尼的个案 展现的个案表达关切 因为它确实涉及到非常多 比如说早期这个就是侵占原住民族土地 然后现在的 而且这个矿业制度的不健全下 它完全漠视地方的意愿跟自主的权利 然后去不断地进行这种 完全浩劫破坏式的开发 那所以其实 经济部是明知道这个案子的争议性 然而却在修法前夕 所以让它真的是偷渡过关 因为其实亚尼的矿权的有效期 是到今年的11月22号 也就是说它不但是以平常一个企业 它要取得这个展现 大概都是一到两年的时间 它是以非比寻常的快速 而且是在完全必要的期限之前半年以上 它就让它通过了 那对我们会觉得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没有人会看不出来这个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要 也就是说有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一个就是刚刚谈到说 高志鹏还有很多的委员 他们其实要说修矿业法 来去防止这样的一个问题 继续的这种腐烂的情形 可是经济部却又宣布说 这个是可以通过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应该有它的这个 而且特别是敢之后 敢在这个所谓的 它的这个到齐的这个之前 然后去做宣布这样的一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在行政权跟这个业者之间 看起来有某种的这个默契 甚至你要说 它之间的这种所谓的 说之间的这种所谓的结盟 也好 或者所谓的挂钩也好 我想大家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怀疑 不过既然刚刚也提到说 不可以溯及既往 那看起来就是这个所谓的既往 这件事情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可不可以 请真正跟我们讲一下 过去的矿业法 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是说这样的一种矿业的特许制度 是怎么来的 那为什么这些亚迷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所谓的大型的开采公司 它可以有这么多的这个开采的权利呢 我们的矿业 其实我们的矿依据我们的宪法 还有土地法规的规定 它其实是属于全民所有的 也就是说 它是全民共有的资产 那其实任何一块土地 虽然它里面有这个矿的蕴含 但是你并不会因为取得这个土地的所有权 就可以去进行这个开采 你要进行矿业开采的话 一定要向我们的政府取得特许 也就是说矿业 它就是一个特许的行业 然后它是有期间限制的 依据现行的矿业法 它最长的时间就是20年 那所有这种有特许期间的这种行业 其实它这个权利之所以 要设定一个期间限定 就是因为它必须要去考量说 随着时间这个社会国家主客观条件 还有当地环境的变化 然后去重新检视说 这个权利的内容 是不是应该有必要调整 那又或者是说 这个权利的延续是不是合理的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 我们的经济部却 他们无论是在我们的立法院 或者是说对媒体的讲法都是说 因为我们因为这个业者 他在过去已经取得了这个矿业权 所以为了保护他们的 为了保护他们的这个信赖保护 所以呢就我们不可以让他们无法展颜 如果让他们无法展颜的话 就会涉及说会降低我们这些业者的投资意愿 或者是阻碍国家经济发展 那他们的说法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其实有两件事情要澄清啦 第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在要求的是说 水泥业它这个整体的状况必须要被检讨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呢 我们的水泥业你根据过去十年的 这个统计来看 它过去十年都持续有高比例的外销 最夸张的时候是在2009年 它曾经高达51% 那这两年因为我们现在国际水泥市场的不景气 所以它这个状况稍微有稍微好转 但是每年至少也有25%以上的外销 那而且我们的外销的水泥的价格 一直是我们内销价格的5到7成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完全是流血 贱卖国土的流血外销 那这但是而且我们的这个矿业开发 目前啊全台湾 我们所有的这些开发形态 我们所有开发案件 你如果是特定的对影响有重大冲击的开发模式 或者是说你在特定的区位 或者是说你开发规模过大的时候 一定都必须要经过环平 或土地开发管理机关 就是我们内政部的审查嘛 然后你如果在山坡地 你一定要去做水保 那这个三个基本上是 其他的主管机关在审查一个开发合不合理 然后安不安全它的基本款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矿业开发里面 有一个非常夸张的统计数字 就是截至目前为止全台湾186个矿场里面 只有15%不到 大概才14%的矿场 曾经经过环平 然后为什么 因为他 这就是我们经济部一直以来的说法 他说因为他们的矿权取得 是在我们的环平法施行之前 我们的环平法已经施行22年了 也就是说我们结合刚刚说的 你其实矿权一次最长只有20年 就是所有矿业 其实所有环平法施行前 就已经存在矿权到现在都已经到期了 那如果是到期的话 他就应该要重新来一次 对他就应该要适用的新的法 对然后新的制度 这些法规的程序进来跑嘛 那又或者说像我们讲说 我们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也施行了12年了 但是我们这些矿场所有开发 我们这些矿场开发 近9成都在我们的原住民族的土地 有的是像亚尼这种最夸张 是直接在元宝地上 那另外的有的是在 大部分可能是在传统领域 但是这些这么多的矿场里面 没有半个曾经得过 原住民族或部落 周遭部落的统一 他们都没有去践行 原基法21条 这个资商取得统一的过程 那另外更夸张的一个数字是说 我们所有这种大规模的开发 基本上都应该要进 我们中央的区委会 区域计划委员会去进行审查 但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不止10年了 是从以前到现在 曾经进过中央区委会的矿场 只有三个 那这个这在在都显示了说 我们的矿业法跟其他的法规出了问题 这样一个你不断的日复一日 在对这个山进行爆破 然后进行挖掘的 这样子的一个开采的模式 它甚至不是说你开发一个园区 或者是说新建一个建筑物 它是持续三维而言 它是不断持续的在扰动当地环境的一个开发心态 但是它却不需要经过我们的环境 或国土主管机关的这些制衡或审查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它除了这个主管机关 是经济部之外 事实上其他的政府部门 它也会有一些相关 例如说环保署 或者是刚刚谈到的这个传统领域的问题 它也会跟圆明会有关 其他的部会的态度又是什么呢 很明确的 其实在我们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游说环保署跟内政部 像我们在内政部区委会就取得了区委会的大会的决议 就是建议要赶快跟进行这个机关间的协调 然后去修正我们的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 让我们的矿场开发超过两公顷的时候 必须要进入我们的区域计划委员会来进行审查 但是这个决议在过去的机关协商之间 一直被经济部矿物局那边 就是以不配合的方式进行杯葛 他们一直对修正法规的这件事情 非常的抵抗 那在环保署那边 其实也是非常类似的状况 那就是去年我们的李应元署长上台之后 他也宣誓说要让矿场退出太鲁阁国家公园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他希望这些矿权 这些矿业他们在全力展现的这个阶段 就是展延在延长的时候 他也必须要进入环品 那但是他们的这个执法规的修法 其实在机关间的协商 也一直都不是相当的顺利 所以就拖延了比预期 他们要在去年年底完成 但是到现在都一直还没有 就是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出来 所以其他的这个主管机关 其他的这个政府机关 假设他们是真的有心的话 看起来这个内部还是存在了非常非常多的杯葛 对像我们刚刚还忘了讲 就是圆明会这个是更有明确的市政 说这个圆明会其实是受到上级 跟其他其他来源的压力 因为去年其实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有对我们的原住民族进行道歉 然后当时其实泰鲁格 凡亚尼还我土地运动的灵魂人物 田春仇田姐 他其实当时也是代表泰鲁格族 进入总统府的原住民族代表之一 那其实当时田姐就跟向我们的蔡总统 递交了陈情书 那这个陈情书他有被转给圆明会去处理 所以其实在八月的时候 圆明会就以正式的公文回复田春仇女士 说在将来所有的这些矿权展现 就是包括他们家旁边的这个 泰鲁格格口的雅尼的矿场 他的矿权展现一定必须要 践行原基法21条的资商 取得原住民族同意 那这个是有公文为证的 但是我们后来在11 这其实那个公文会议记录是后来留出来的 但是后来留出来的会议记录是 行政院在去年的11月7号 由林万亿政委跟张景森政委 他们主持了一个 矿业开发行为应建行原基法 21条程序10点的协商会议 然后在那个协商会议里面 这其实是非常破坏一个国家法制的 因为我们知道你原住民族基本法 他的法规他的权势权 无论如何应该要是在我们的原民会 这个是是事权法定的这个原则啦 但是我们居然是两个政委 他们召开一个协调会 然后就可以桥出一个对法规的见解 要求要求原民会来配合 然后现在经济部都以那个11月7号的 呃行政院的会议来说 未来所有这些既有的矿场 他在既有矿场范围内 他的展现都不需要去建行原基法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像雅尼 这样子一个荒谬的案子 雅尼在建这个矿场在建设之初 他就涉嫌以伪造文书欺骗我们呃欺骗我们朋友的方式 然后去取得土地 而且他从来没有进行过还评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哦 我们待会花点时间来谈当时是如何取得土地 不过我想更严重的地方就是 现在这个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的归还的范围 已经把这个私有土地给这个所谓的划出去了 那这个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经济部门的主管机关 相对于比较弱势的这个原民会来讲 他都可以用这样的予取予求 那如果这样整个话过去 那其实这个传统领域的问题不是更严重吗 那蔡政府的这个道歉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会再讨论这个话题 你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大人展报新闻 3月28号在高雄市有家长和议员举办记者会呼吁 暂停107年性评教育课纲 要求多元性评课纲退出校园回归品格教育 他们抨击目前的教材 国小六年级教自卫 高中教多元成家 学校不该教还有争议的内容 但是在记者会场外 支持性评教育的团体也站出来指出 品格教育与性评教育并不冲突 他们认为这些家长扭曲了性评教材 人本教育基金会南部办公室主任张平就说 网络上的A片等资源挡不住 教育单位如果放弃性评教育 那就是让小孩透过这些地下管道来学 而且性评教育重要的另一点包括 认识与尊重差异 协助孩子别成为霸凌和歧视的加害人 而对于家长联盟希望增加家长参与性评教育委员会的席次到三分之一 教育局则表示必须具多元性别等专业背景才可以纳入 劳动部之前预告将修法让大专院校畏惧本职的兼任教师使用牢基法 但是在3月27号教育部长潘文忠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时表示 签部将兼任教师纳入牢基法 教育部提出兼任教师使用牢基法后会有四大问题难以克服 其中的问题就包括 兼任教师如果使用了牢基法 会很难处理不识任教师 会造成影响学生受教权及校园安全等问题 教育部主张另外以教师法来规范 因为政策急转弯 隔天3月28号 私教工会就到了教育部中部办公室抗议 他们认为牢基法是规定劳动规范行为的最低标准法律 兼任教师与专任教师都是受薪阶级劳动者 教育部不应该切割兼任教师的劳动权益 他们未来也不排除发动更大规模的抗争 立法院3月14号宣布将修正矿业法 经济部就在当天快速核发亚洲水泥新陈山矿产 20年矿权展现 审核过程仅仅3.5个月 引发民间与立委的不满 为了抗议经济部不采还凭 还忽视当地原住民族人知情统一权 就让雅尼可以继续开采矿石 爆破山土直到2037年 多个环保团体泰鲁阁族人 3月28号就前往了台北的远东集团亚洲水泥总部 进行名为惊爆元气的行动 因为雅尼过去60年来不断地在太鲁阁地区炸山 他们模拟了采矿的现场 在街头播放爆破声响 释放烟雾弹 告诉台北市民 这就是当地居民天天必须面对的场景 他们要求行政院与经济部 应该要实践圆机法第21条 欢迎这次回到参难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市长 在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大远仔报新闻当中 这个兼任教师的问题 其实这个教育部原本是要让 去做所谓的本质跟非本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区隔 那事实上也导致了很多的 没有本质的这个兼任教师 其实也遭到了这个学校的不续聘 那没想到这个经过抗议之后 教育部还说 那就干脆就不要适用牢机法好了 那这个实在是让人家觉得非常匪夷所思 就是教育部一直在做一些所谓的错误的示范 就是作为一个国家最高的一个教育机构 怎么可以去不断的用这些错误的价值 或错误的示范 然后难怪我们的冠老板这件事情 恐怕都是从我们教育部开始教的 实在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的生气 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现场 我们要继续跟他谈亚尼案 那在我们节目当中 要跟我们一起谈这个话题 的是地球公民基金会的专员潘震震 震震你好 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有谈到这个亚尼案 事实上看到政府机关 其实这个你投的权力的大小 或者是是不是真的真心 都是让人家很质疑 特别是在这个 当要开始声称要去修法的时候 其实我们又看到的这个经济部 跟又开始就让这个亚尼 他可以这个继续的去这个开采 这让他觉得非常匪夷所思 不过这里涉及到一个 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在过去的几节 也讨论过的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的问题 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开采的范围 也是在原住民族的这个传统领域吗 还是是一种所谓的私人的这个土地上面 因为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 所谓的相关的法律 就是有关于这个所谓的 传统领域的相关办法 就是政府想要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要把它区分成私人跟公有 这两个去做区格 那现在实际的状况又是什么呢 其实亚尼在这边的矿区 超过三分之二以上 将近四分之三的土地 都是原住民族保留地 也就是他不但是传统领域 他实际上是国家已经给原住民族 让他们维持生活所需 他们的土地 也就是按照现在的原基法当中 就必须要经过协商这件事情 对是的 他的这个怎么讲 他的法律的层次是 基本上他保障 应该要比我们的传统领域更强的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 在这一次的亚尼的这个事件 尤其是我们行政院 在去年11月开的那个协调 会做出来这个荒谬的决议 里面看到 其实我们原民会 或者是我们的政府 不要在那里跟大家说什么 我们的传统领域 只要划设公有地 就足以保障大家的权利 实际上现在的原基法 在我们还是被我们 现在的政府不断的架空 你甚至连原保地 而且里面有私人土地 私有的原保地 族人其实是不愿意 让亚尼使用的 他们却可以不断的凭借着 我们的矿业法47条 他们提存一笔钱 在法院 然后就不顾土地 所有权人的意愿 去先行占用 使用他们的土地 所以他只要把钱拿出来 就不管你这个同不同意 实际上非常多的族人 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拿到钱 因为他们就是不愿意 让这个矿场继续的开采 但是他们现在连想要占上 自己所有的这个土地的权利 都无法践行 他们要进到矿场 都会被亚尼阻拦 然后说他们是不合法的 他们甚至自己完全没有统一 但是他回到自己的土地 也不可以嘛 对无法 因为这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其实其他机关 虽然有心要处理这些问题 但是经济部一直都不配合 以外 那我们会发现说 除了这个经济部 他们本身真的非常需要改革以外 那矿业法 他本身也是非休不可 因为像刚刚讲到 这个47条的霸王条款 另外还有矿业法里面 还有非常多那种 会去协助架空其他机关的 权责的这些法规 那我们认为 他是需要一个通盘的处理的 那这样子看起来 这个土地化设办法 即使把它分成有公有跟私有 那有什么意义呢 就算蔡英文道歉了 一千次一万次 又有什么意义 在实质上面 他就跟你讲说 这个是不能够溯及既往 这个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他就可以凌驾 在这个既有的法律 甚至这个总统的道歉 事实上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不是吗 而且其实虽然说我们法律 有这个不溯及既往的原则 但是所谓程序重新 就是你实体重就 但是程序重新 所以你尤其是你在 这一个特许的事业 他在每次权力展延的时候 去适用国家新的这些资源 或国土 或是这些环境管理的法规 这是绝对与法有据的 绝对没有说 因为我一个 一百年前给你的矿权 然后我一百 我这一百年间 所有通过的法律 我都无法去管辖到 你这个矿业权 这个解释 我想是没有任何一个法学者 能够接受的 对 那所以其实很明显 这一次经济部一直在讲说 他们依法行政 但是他们所谓依法行政 是他们自己强辩来的依法行政 那个法大概只有他们自己的歪理 才可以解释的出来吧 那面对这么恶霸的政府 现在怎么办 我们现在其实是希望说 因为其实亚尼的展现 他很明显的 他有非常多程序上的瑕疵 跟错误 譬如说他没有去建行原基法 21条的资商区的统一 这个就已经是明确违反原基法了 但是他同时也违反了 矿业法他们自己的要求 因为现行的矿业法 其实他有要求说 你在矿权展现的时候 要准用这些矿权设定的时候的 所有程序 那另外你也应该要去衡量说 他对公益是否有重大的损害 但是我们在现在 调出来的资料里面 都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经济部 他们完全没有去处理 然后没有去 对这个所谓的 对公益是否会造成损害 这件事情进行评估 所以他其实也违反了 自己矿业法本身的规定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经济部他其实自己 一直在过去的这个实务里面 他们去曲解他们矿业法的规定 他们一直在常 他们如果大家有看最近 在立法院里面 这些风风火火的质询 我们的矿业局局长 他已经做了20年了 他一直都是我们矿业局的局长 他的说法就是说 我们的矿权展现只是权力设定 他不涉及实质开发 所以他不需要去进行还评 但是他们那个 其实是一个歪理 他们自己先曲解了法规 说在矿权展延的这个阶段 他不需要去进行 矿业用地的重新核定 也就是说一般的 这些开发的审查 但是他又说我矿业权 因为他只是权力设定 所以这里不需要去做还评 但是实际上他后面的这些 涉及实际开发的程序被他自己架空了 那所以其实我们要问的是说 你如果矿权不涉及实质开发 那你今天大家办了矿权之后是 实际上是不去挖矿的吗 他只是把证书拿回家里挂在墙上的吗 这摆明了是在墙变啦 那所以其实所有这些开发 应该要去进行的这些审查 很明显的都没有被执行 包括我们的这个还评法 其实依照现在的这个开发行为 应实施环境影响评估作业准则跟戏目 他其实就可以要求他去进行还评 所以其实他是违反了众多法规 甚至我们两人权这个人权公约 对两公约 其实他也是有所抵触的 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民间团体的诉求是说 希望经济部能够撤销 这个明显违法的行政处分 因为他自识违法 他当然应该自识无效 那在撤销了之后 应该要要求说雅尼 然后他去践行说 这所有应该有的审查程序 然后再试实际的状况 然后去看他是否应该要逐渐的去退缩 或者是说退出他们的敏感区 或者是跟部落的距离要拉开 因为现在的状况就是 他的矿场跟我们部落的直线水平距离 其实大概才200公尺而已 那非常非常近 非常非常近 对日常的生活恐怕都造成一些影响 就算不谈所谓的环境的问题 不谈这个所谓的空污的问题 那光是那个私作的过程 恐怕对日常生活里面 他就会让人家造成非常的恐慌吗 对是的 而且其实我们认为 真的是希望大家整个台湾社会 都能够加入这一场 就是诉求撤销雅尼矿权展现 然后还有矿业法进行修法的 这样一个连署活动 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些案例里面 其实非常明确的看到 我们现在矿业开发制度 他真的是制度为二 如果我们不去改变这个制度 我们就是我们的 就等于说是我们的社会 容许一个国家制度 他去压迫这些 住在矿场周遭的居民 他们非常非常 太多的矿场都是自始自终 从来没有进行过 任何的环境影响评估 甚至在每次矿权展颜 像这一次的雅尼的状况也是一样 周遭的居民完全不知情 在他们完全被蒙在谷底的状况下 这个矿场就又取得了20年 可以继续爆破他们家园的 这样子的一个权力 而且他们甚至像雅尼的 像雅尼的矿场也是 它明明就在我们中央地调所 公告的山崩与地华地质敏感区 有我们水保局公告的 土石流浅室溪流两条 还不止一条 就在矿场的范围里面 那这些影响 这些环境变化 这些环境风险 其实都是没有被评估的 我们的这个矿场管理 它最基本的 应该要怎么样去适应着 这些已知的环境风险 去进行调整 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经济部 是完全把它抛到脑后的 所以其实它不单只是一个 在行政程序上面的问题 其实一个更根本的做法 就是在矿业法 它必须要做一些调整 我们刚刚也谈了很多 矿业法现在现行的问题 最后想要请教我们真正 就是说你觉得矿业法 在这样一个接骨眼上面 或者说它应该要怎么修 或是它哪些部分 必须要去调整 它才是一个合一的呢 我们这一次的矿业法修法 大概有几个重点 因为第一点 就是现在的矿业 它开采 它所需要的权利金过低 就是你去使用 这个全民的资产 它能够变成一个单一企业 它获利的来源 但是他们现在实际上 缴交的这个权利金的比例 甚至连1%都不到 超级夸张的一个数字 它法定是2% 但是因为它是说 要用锐矿成本价 然后这个锐矿成本价 是每年矿物局 跟我们这些矿石产业工会 开会决定的 所以它实质上的 这个权利金的比例 不到它的这个市场价格的1% 像去年大概只有0.8% 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权利金 然后还有我们的矿业权费 就是你化的矿区的 这个费用必须要提高 那第二件事情 现在现行法律里面的 这些霸王条款 就是譬如说它的展现 这个矿权的展延 以许可为原则 否准为例外 就是形同说 你好像必须理所当然的 让这些 就拿了一辈子了 对 生生世世拿下去的 这件事情一定要被改变 那尤其是说 假如它 因为其他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介入 然后划设保护区 或者是因为他们的权责 造成这个矿权无法展延 在现行的这个法律 而且这个是民进党 在2003年才修成这个样子的 它是必须要 其他的机关 必须要对这个业者进行补偿 所以这个会在实物上架空 其他主管机关 去施行他们的权责 譬如说我们就知道零物局 他们要划设保护区 却划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如果划设保护区下去了 他们可能会面临到是要 以公帕去对这些业者赔偿 上亿的补偿金 但是这个其实因为你的展颜 它本来就是一个特许 要不要再寄 要不要给你另外一个特许 它其实是新权力的富裕 它其实不涉及什么信赖保护 如果你真的是在矿权原有的期间 去就是终止的话 其实按照矿业法的57条 它其实是已经可以进行补偿的了 那并没有说我的展现 然后我国家基于你的 这些主客观事实的变化 去衡量的结果不让你展现 结果居然还要补偿 这个真的是荒天下之谬的歪理 那另外像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可以完全不顾土地 所有权人意愿 这个占用人家私有土地的 这个矿业法47条 这个也是非休不可 它未来就是必须要取得 取得地主的同意 或者是说有基本的 这个民事的诉讼的决定出来 然后才可以去进行使用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看起来虽然是很复杂 但是它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不是涉及到一个 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 或者是整个台湾文化历史的问题 它甚至连整个台湾的这个环境 甚至到底台湾要走到哪个方向 我们的政府到底是不是 真正能够去做到 这个所谓的环境很重要 然后经济当然也会去顾到的这个部分 可是看起来在民进党执政之后 其实一直在走这个发展主义的这个老路 而且这发展主义老路 事实上已经不断地对环境 这个所谓的文化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持续地关注的 这个现况如果不改变的话 它是血淋淋的 还在持续地压迫在地的居民 跟我们的环境的 对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今天非常谢谢 真正来在我们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我们会持续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谢谢 拜拜 拜拜 天空的眼泪 西空的时间 还在不见 陈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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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